美国海军低气舰队指挥舰南领号刚刚在日本维收了6个月后,在3月20日抵港。 这艘指挥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指挥舰,拥有讲控海陆空指挥设备。 南领号已经服役了45年并计划在2020年退役。 南领号从1979年开始一直都会不定期访港进行交流。 香港一众媒体星期一会要到南领号参观。 期间有媒体问及最近香港流传有伊斯兰国在港照务成员的消息时, 共务事务官威廉·马克思回答说,恐怖袭击是全球性的问题, 而美军也积极跟各个合作伙伴交流沟通。 最重要的是,威胁是全球性的问题,不只是中东的问题, 而第七舰队有不少的合作伙伴,通过训练、沟通和合作, 交流不同的信息,在策略层面上合作。 另外,第七舰队指挥官表示,中国海军近年来的透明度越来越高, 表现也相当专业,并期望中国会继续增加在海事上的透明度。 美国之音香港报道。 地球游链真来发展,并期望中国海军近年来的透明度越来越少。 对于产生路线布困采访的对方。